张维利战胜莱莫斯 未免金腰带 回国后跟蔡雪君教练回了趟摄红老家 头戴棒球帽 脚踩动动鞋 一身运动装 到美食间去寻到吃的 老板的惊呼 让摄红的张维利连忙说 张维利美我好看 看老板身边几个人一脸茫然 不知道是哪一位明星 老板能认出张维利 估计平时也是一位爱动手的女英雄 老板热情的给张维利 介绍了摄红 芝麻酱豆皮 大春卷 还美美的合了影 重新启任了 半年没发过作品的短视频账号 张维利视频发出去后 估计整条街的人都会认识张维利了 以后打比赛 又多了一条街的粉丝 距离和莱莫斯的比赛结束 已经有半个月时间了 除了为家乡农产品 录制过一条公益广告外 张维利尚未拍摄过其他方面的广告 不知道团队处于哪方面的考虑 毕竟在休假期间 还是可以有很多活动参加的 参加活动或者拍摄广告 在影响力和挣钱方面都是正向的 影响力增加 MMA出圈 会有更多人关注这项运动 整个综合格斗行业的参与人都会受益 多挣钱 让MMA运动员有目标 有笨头 训练和比赛起来更刻苦 让这个行业的主要参与者 有了对标对象 行业才能越来越好 实现正向循环 性格温柔的张伟丽说 自己是绍恐 出去按摩都想去忙人按摩店 怕被人认出来 但团队应该给张伟丽 接一些合适的活动或者广告 让张伟丽影响力越来越大 挣钱越来越多 祝福伟丽 你 行 你 感谢观看